如果我爸找過了 你不要這樣讓過我了 我很可憐 我抓去好幾次 你要就回家喝酒 幹嘛還上班中喝酒又騎車 還住吹氣5秒 吹氣你沒有吹 你根本就沒有吹 你不要吹是不是 我給你告知一下 拒絕你如果說一直不吹氣 我連吹氣的聲音都沒有聽到 一直故意不吹氣 你拒絕酒測的話 把他還18萬 而且他這個5年內是累加累罰 就是你如果下一次又聚測 就是變36萬這樣 你如果是沒有吹 就是18萬起跳 來啦 吹氣 請你吹氣 你沒有吹喔 我跟你說第二次 你如果是四次沒有吹 我就跟你做聚測 你連風都沒有噴 我吹啊 對啊 吹啊 來 不夠 根本就不便宜 你吹一次而已 我請你吹5到6秒 配合一下 我把他找過了 你不要這樣把他放過我了 很可憐啊 我抓去好幾次了 那你要就回家喝酒 幹嘛還上班中喝酒又騎車 來 含住 來 吹氣 吹氣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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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擦解好嗎 GO 對啊 沒在那邊 吹氣 吹氣 沒吹 快一點 那就聚測啦 這樣就靠車喔 不要靠車 這我扶還要走 這樣噴噴 快點 他根本就不吹 那就靠車啦 程所遠景近日在轄內巡邏時發現 程南疑似酒後駕車 遠景於盤查過程中 程南坦承有喝酒 頻頻向警方求請 警方不為所動 仍失意酒測 為程南施測過程中 不停拍打雙腳 假裝有認真吹氣 遠景觀察程南是正常的成年人 且曾經有酒駕前科 沒有道理不清楚如何完成酒測 再多次告知程南如何酒測 及劇測法律效果後 仍酒測失敗 認定程南刻意消極推委 便依法開立 據測罰單 儲18萬元罰完 並當場一致管管騎機車 依法需繳納完罰單後 才能領回機車 多過世間 可敬 可敬 無痛期